第五号光线 我感觉那个二号达哥 他就得像麻药打度过了 他唱歌 人家得看女嘉宾喜欢 我感觉我跟女嘉宾 就是有的地方挺像 我也想跟他唱一段 人家是长春的腾哥 我是我们大火琴镇的小炮筒 唱啥 唱一首 咱们唱一首新语 你是腾哥那种吗 不对 我正常唱 好 他是麻药打度过了 我是正常人 好 正常的 好 我们不行再受不了了 能唱 能唱 来 来 来 全程热烈 加油 你 你下来一路上在这点的啥呢 这个是 我说他唱唱是 我肯定有自信 我唱肯定比他好 能吗 确定啊 我不敢说我唱得多好 但我肯定是认真地唱 你到底溜不溜的往前走啊 哎呀 这咋高兴坏了 谢谢 你下来 就什么 quantities 好 你下来 我帮你下来 我让你下来 你下来 低 你每次选歌都挺特别呀 对 我其实我想啥唱啥 我不没理解里边的含义 但是刚才我绝对是唱进去了 是你唱进去了 你特别多情 特别深情地送他走了 好像跟你说没有关系 你每次都能一唱脸 都往一起去的 你不能唱唱脸 就单独单班上走了 我也不知道 我就老妈忘了我一时唱 是 唱得不错是不是 来 掌声鼓励一下 很棒 很棒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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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回到我们接着聊 我只谈过一次恋爱 就是在20岁那年 然后因为家里面觉得我年纪太小 然后没有同意 后来我就一直打工 然后一直直播到现在 然后没有什么机会 接触异性朋友 所以我就来全城热恋了 我找对象有两点不找 第一点不找刷礼物的哥哥 因为他们可以给我刷 也可以给别人刷 第二点不找理发师 我觉得绝对不找理发师 尤其是那种长得特别帅的 我总觉得他们 每次都跟女孩私下 加微信什么之类的 联络感情或者联络什么的 我都不太喜欢 请好 孙云强 我觉得姑娘你说得对 这理发师你就记住 坚决不能找 再有 你就是刚才燕超上说 她挺不理解 其实我也挺不理解 你记忆你干理发 我没少上她那儿交头去 你说那么多姑娘 然后你还上全身练 你跟我争 你就想那干啥呢 下面那小姑娘老多了 然后她你就非得到这儿 就跟我争 你就一起就四个小姑娘 那个我再提一个 再告诉你一点 也别找干烧烤的 干烤烤的 这个动不动就陪酒 女的一喝多了 她拿个酒瓶 拿个酒杯就去陪人喝 喝完了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这姐她这是造谣啊 我家有监控 这话我可以作证 因为我总去强哥家吃烧烤 然后就不吃饭 她都不勒我 她不勒你 跟别的小姑娘的吃饭 哪次都不勒我 还给人打折 有时候好一点不要钱 还这样 那是仗义 都是一般什么样的 她不要钱 一般瞅着差不多的 看着顺眼的 好看的 酒也喝到位了 就免断了 姐她说这话没良心的 这些男嘉宾 这有一个送一个 她们去的我都没要过钱呢 然后反过来 她现在拿这个来说 我那像是要钱呗 那现在是什么 就你们互相揭发 揭发完了之后 这姑娘说 原来这背后还这么复杂呢 10号 郭欣 我干送你的 我能够披黑过你那狗 我害怕不害怕就算了 主要我家狗看见你肯定害怕 还是算了 那是不好意思 郭欣 你这个问题挺奇怪 你为啥要跟狗披黑呢 我一般受益的 我都干不过那条狗 他们我估计过腔了 你们认为我们不是狗呗 不到底 凡是带狗上来的 或者找提到狗的 一般咱男的都干不过狗 对 刚才姑娘 你为啥是这个言论呢 我发现现在姑娘真是 好多姑娘说 要是在男朋友和狗之间做选择 一定会选择狗 为啥呢 你知道这男人听了心呢 洗碎啊 别人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直播了四五年了 我几乎是没有朋友的 就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几乎都是没有 我就是只是跟我姐姐在家 然后剩下就是这几条狗 陪伴我这么多年 对我来说 它已经不是一只狗 它是我的家人 所以对于我来说 它们很重要 而不是说就是可以轻易地 就是因为有男朋友了 就可以把我的家人不要了 我不会做这种事的 今天在舞台上没有这个缘分 但是特别希望 你这节目播出之后 有喜欢狗狗的 能够接受的 然后这样的优秀的一个小伙子 找到你 好吧 来 缘分天使 奖上做给晨晨 加油 谢谢大家